第151章 大师之作 难道是不可能? 不可能 宁浩天似是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他那震撼的脸上亦是有着冰冷之色滑过 如果叶寒真的是刚才学会的这种雕刻之术 那这种天赋就太可怕了 以后他宁家在这方面根本难以立足 想到这里宁浩天的心中顿时弥漫着浓浓的杀鸡 虽然这股杀鸡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不过还是被叶寒给感觉到了 当然 别人的想法 叶寒暂时没有时间去管 此刻随着他全心全意去雕刻 他手上那块翡翠上面 刚才那些线条已经明朗化了 这是一双腿 一双修长的眉腿 这双眉腿穿着一件质地柔软的裤子 类似休闲裤的那种 难道他真的想雕刻人像 见到这里周围的人群惊呼了一声 雕刻人像 这在雕刻之中算是最难的选择 因为雕刻人像 就算雕刻出了一个人的轮廓 但是很难把人的神韵 面容 气质等等多方面的东西加上去 能雕刻出真正人像 而且形态逼真的人 就算是周明山和宁浩天这等雕刻大师 都得仔细琢磨 小心谨慎才有机会创作出来 而叶寒 他能把人像雕刻出来吗 眼下 知道了叶寒的想法之后 酒店内的人都把目光紧紧地投放在他的动作上面 周围亦是如此 刚才叶寒说雕刻一个美女出来 他还当这话是在开玩笑 现在叶寒竟然真的在往这方面做了 他的一双美目既担忧又期待地看着 叶寒总能给他惊喜 这次是不是也会了 这家伙 周明山苦笑了一声 叶寒自己的这个选择有点太难了 虽然他不知道叶寒是如何学的宁浩天的抖劲 但是就算有了精湛的技艺 也是很难把这件作品完成的 哼 一响天开 冷凡见到叶寒的动作 顿时不屑冷哼了一声 雕刻人像 就算是他的师父宁浩天都只有六成的把握 叶寒一个新人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哼哼 咱们就看着他自掘坟墓吧 宁峰冷笑一声 在屏风后面 陈建业他们的目光也是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 叶寒现在的动作可是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们 现在 他们都想知道 接下来叶寒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他自己的这个选择 把这件人像作品雕刻出来 呵呵 这家伙还挺会吸引人的目光 现在全场的人可都在看着他表演了 陈建业喝了一口茶 淡淡一笑 叶安邦笑道 这小子的下刀的手法同样很厉害 比刚才那个冷凡都厉害多了 犹如一个从事雕刻多年的老人一样 沉稳老练 一丝不苟 虽然他的选择确实有些难度 不过最后 就算他没有完成这件作品 在雕刻记忆上 其实他已经超过了那个冷凡了 确实如此 北方笃诗王宁浩天今天来踢馆 怕是踢到铁块了 酒店里面 叶寒依旧在手持小刀 在翡翠上面雕刻着 那专注的模样 就好像是在对待自己的女人一样 半个时辰后 翡翠上面 这幅人像的大半个身体 已经被完整的雕刻了出来 从雕刻出来的画面上看去 这是一个十分漂亮 而且身材极好的女子 因为这完整的躯体 已经敲定了叶寒 接下来要创作的完美画面 不过到了这里 叶寒停了下来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握刀的手迟迟没有下去 因为接下来要雕刻的是 人像最重要的头部 可以说这一关是最难的 因为一个人的神态 运味都得从这上面体现出来 见到叶寒停止了动作 酒店内的众人都没有说话 因为他们也知道 接下来叶寒要完成的部位 有多难 可以说这幅作品 能不能顺利完成 就看接下来这一关 哼 怎么 我们这南方赌尸王的高徒 难道是不行了吗 见到叶寒停手 宁风顿时在一旁冷笑了起来 不过这会儿除了这宁风之外 在场的人可没有人质疑 叶寒的雕刻技术了 因为在刚才 叶寒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他的雕刻技术 就算接下来这幅作品 真的没有完成 他的雕刻技术 也不见得比那冷凡差 这一点 冷凡自己都清楚 所以 他没有开口 目光正在死死地盯着叶寒 他虽然承认 叶寒的技术不比他弱 但要说叶寒能创作出一件人像作品 打死他都不相信 靠 你好个毛啊 寒子能雕刻成这样 已经是牛逼人物了 有本事你去试试 听到宁风这话 唐大少一脸不爽 对于唐大少 宁风已经领教过了 这人就是一个穿得 人母狗样的流氓 满口的婚话 他懒得去计较 不过也就在这时 叶寒突然睁开眼睛 在翡翠上面重新动了起来 雕刻刀开始在翡翠上面 从容不迫地雕刻着 一点也没有停留的意思 那潇洒自如的神态 看得周围的人一阵惊叹 现在的夜寒 比之刚才更加让人惊艳 那样子仿佛是一个 大师级别的雕刻大师 气度非凡 片刻 一个头部的轮廓 已经完全出来了 剩下的只要把鼻子 眼睛 耳朵 嘴这些关键部位雕刻出来就行 叶寒手上的动作还在继续 他最先入手的是耳朵 不过看到这里 周明山和宁浩天 已经彻底吃惊了 刚才他们就一直在观察叶寒 眼下见到叶寒从容不迫地 把人体最难的部位雕刻出来 他们内心的震惊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身为雕刻大师 他们最清楚这一关有多难 换作是他们 只怕都做不到如叶寒这般自如 从容不迫 没有过去多久 在酒店众人的注视之下 当叶寒把人像的眼睛雕刻完毕的那一刻 一个栩栩如生 气质出众 身材高挑 极为逼真美艳动人的女性人像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是一个美女 雕刻出来的美女 如果再将这人像上面涂上颜色 那么这件人像作品就和照相机照出来的真人一样了 大师之作完全是大师之作呀 周围惊叹的声音瞬间响了起来 紧接着一道道惊叹的低语声 接连在酒店之内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在看着桌子上面那一件人像作品时 惊叹之声彻底变得沸腾 虽然人像作品这里不是没人见过 但是亲眼看到这么一件栩栩如生的大师级作品 就在自己的眼前诞生 那种震撼狠狠地冲击着他们的心灵 此刻周明山已经变得有些呆住了 他有些正正地看着叶寒 自己这个弟子是不是有点太妖孽了 雕刻之术 他可是还从来没有教导过他 然而他就凭着自己拿双手一步步摸索 创造出了这样一件惊人的大师级作品出来 比目标 繞